駕公車的日文,你會怎麼說呢? Bus 什麼什麼、おります 這邊著詞該填什麼呢? 千萬別再說成 Bus で おります 這一集我會對於場所的著詞 做一個非常非常詳盡的解析 如果這一集你看完有學到東西 你覺得還看不夠的話呢? 我在資訊欄裡面 又提供大家一個 40 分鐘的免費講座 裡面大家可以學到更多喔! 大家好,我是抓你先生 這一集要跟大家來講到 初級學生非常非常容易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下公車的日文該怎麼說? Bus 什麼什麼、おります Bus 就是公車嘛 然後後面的おります 就是下的意思 這邊很多人會填入著詞的で 但是這個で是絕對錯的一個著詞 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可以從で它最基礎最基礎的意思來思考一下 這個で我們在初級文法一定有學到兩種意思 第一種意思叫做工具手段的で 中文可以翻成用 而第二個叫做地點的で 中文我們可以翻成在 而我們去中文套套看 看意思通不通就知道這個で 到底能不能用了嗎? 第一個用的話就變成什麼呢? Bus で おります 就變成用公車廂 有沒有發現 這就變得非常非常奇怪了 那我們再可以用一個地點的在來翻翻看 變成在公車廂 有沒有發現也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這邊で就是一個錯誤的用法 那這邊該用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Bus 這個東西它是什麼樣的感覺? 它是一個空間 你可以進去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做什麼東西 你可以搭乘 然後你可以從上面下來 它是一個空間 有這個空間的話 代表這個Bus 它其實是一個地點 講到地點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圖拿出來思考一下 這個是我自己發明的一個圖 但是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這個圖一看懂的話 很多跟地點相關的柱子 你都可以解決 這個碗我就把它當成所謂的地點 而地點加上柱子 它給人家感覺就會不一樣 第一個地點加上 D給人家什麼感覺? 這個D它就是一個動作發生的一個場所 裡面常常用的是一個持續性的動作 第二個要講到地點如果加上Ni的話 Ni代表規矢的場所 而什麼叫做規矢? 規矢就是你進到某個地方 然後馬上的動作就結束 進去就結束 這樣子的概念就是Ni的概念 你進去你就黏在那邊不動了 你進去就黏在那裡不動了 而第三個要跟大家講到就是 離開這個碗的話會用O 而這個O就代表是一個離開點離開的場所 所以這裡到底該填什麼大家有發現嗎? 我們把這個碗當成是一個公車的話 大家就知道了 有沒有看到你下公車下公車你剛哪個柱子呢? 有沒有看到說這個碗是公車嗎? 你離開公車跟哪個箭頭最相關呢? 有沒有看到就是最後一個箭頭嗎? 你離開這個公車 所以這邊會用所謂的O BASU ORIMASU 就是下公車的意思 那這個O該怎麼翻呢? 其實我們中文可以翻成從的意思 就是從公車下來 就是下公車這意思 那這個地點加上O其實還有很多類似的用法 比如說像是 教室を出ます 就是離開教室的意思 或者是從教室離開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O可以翻成所謂的從 所以這個碗就是教室嘛 你從這個教室離開的地方 你就可以用所謂的O給它 而第二個像是所謂的病院を退院する 也是一樣的道理嘛 這個碗它是醫院嘛 所以你就出院了你離開醫院了 就是病院を退院する 所以這邊又是用離開場所的O 懂了這個碗之後 你之後碰到地點加上柱子的話 你就不用再害怕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都是BASU 但是後面用的柱子可能不同 到底為什麼呢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BASU就是公車 我們看到BASU什麼什麼 NORIMASU NORIMASU這個字叫做搭乘的意思 它最接近這個碗的哪一個箭頭呢 當然啦就是最右邊這個箭頭嘛 搭乘就是你跨進去公車裡面 你的動作就結束嘛 你搭上去搭上去嘛 你搭乘就是用所謂的Ni才是正確的哦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跟你說BASU你NORIMASU 這個NORIMASU前面要用Ni呢 因為它就是你跨到公車上面那個動作就結束了嘛 所以它是一個進入點規則長組的概念 有沒有看到我們圖畫出來就知道 你跨上去就結束這樣子一個概念哦 而第二個BASU什麼什麼 ORIMASU當然用所謂的O嘛 因為你是離開公車嘛 而第三個BASU什麼什麼 UTA O UTAIMASU 你在公車上唱歌你會用什麼東西呢 這個碗呢是公車嘛 你唱歌是你在這個公車裡面呢 做一個持續性的唱歌的一個工作 一直唱唱唱不會停嘛 所以這邊用BASU DE UTA O UTAIMASU才是正確的哦 而最後一個呢也是大家常常會用錯的 BASU什麼什麼IKIMASU跟BASU什麼什麼NORIMASU呢 這兩個常態會拿出來做比較嘛 為什麼呢 而最後一個該天我們來看一下哦 IKIMASU叫做去嘛 你這裡可以填Ni嗎 就不行了嘛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巴士就怪怪的嘛 通常我們說去哪裡呢 比如說你去的地方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你去到某個地方就是這個碗了 你去到一個規則長所嘛 可以用作為的Ni 比如說TOKYO NI IKIMASU TOKYO就是你到達的一個地點嘛 就是這個碗嘛 所以你到達公斤就是TOKYO NI IKIMASU 那當然你可以用所謂的A 那如果你A跟Ni還不知道差別在哪裡的話呢 可以先點去右上角的資訊卡 進去看A跟Ni它的差別哦 你說你去東京你去東京嘛 你怎麼去呢 當然就可以放入所謂的工具手段 DE叫做用公車去 所以就是BASU DE TOKYO NI IKIMASU 就是一個正確的句子 有沒有發現說前面的BASU都是名字 但是後面用的柱子都完完全全不一樣了 這個柱子會取決什麼東西呢 會取決於後面的動詞 所以這個觀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而最後還要跟大家來補充一下 如果你說你搭乘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比如說你搭乘巴士上去嘛 或者是你離開巴士 你到底在什麼地方離開的時候 你也可以帶出什麼東西呢 帶入動作發生的場所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 我看到NORIMASU跟ORIMASU前面可能放入DE 但是那個DE並不是你搭乘的場所 或者是你離開的場所 那個DE是你動作發生的場所 比如說你在東京上車 或者是你在東京下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入東京でバスに乗ります 或者是東京でバスを降ります 就是在東京上公車 或者是在東京下公車 這樣子的一個用法哦 所以一個句子 它可以有DE可以有NIMA 可以有DE可以有O 為什麼會發生兩個柱子呢 其實東京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場所 它是一個動作發生的場所 你這個很大的場所做一個什麼動作呢 做一個進到公車裡面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DE的句子一樣哦 你在一個東京裡面很大很大的一個場所裡面 做一個什麼動作呢 做一個離開公車這個地點的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DE它給你的範圍是更猛的 就是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樣子的意思 它代表是動作發生的場所 而最後相信大家看到這個O代表 離開場所的時候 蓋可以翻成蟲嘛 大家一定會有很有疑問說 欸?バスを降ります呢 叫做從公車離開或下公車嗎 欸我們還有學過說 カラ也叫做從的意思嘛 變成バスから降ります 那這樣子也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是可以的哦 但是差在哪裡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對這個重疊的區域 為什麼會發生重疊 你想要了解的話呢 在我的下面的資訊欄裡面 有一個40分鐘的免費講座 帶你更深入的了解著詞這個東西 讓你一輩子不再被著詞的文法所困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一定要去參與這個一個講座 因為它會打破你很多對於注詞的一個觀念 接下來呢 當然剛才跟大家講到這個碗嘛 其實這個碗裡面呢 有代表動作發生 有代表存在 有代表規則 有代表離開 它其實還可以代表通過的哦 在我的講座裡面呢 會更深入的跟大家聊聊這個碗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一定要報名參加哦 所以下空車叫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起來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我一個讚 如果你以後不想做過專家 任何教學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下訂閱開小鈴鐺 我是專家先生 我們下集見啦掰掰 啦 還是 你招了訂閱 哎呦 才 Terima 。。。